果陀劇場的《誰家老婆上錯床》即將重新上演 十六年前的主要演員是李立群還有趙自強 首演的時候創下國家劇院最賣座的記錄 這個作品曾經獲得英國重要的勞倫斯奧利弗獎最佳喜劇 果陀將它改編得非常臺灣在地 內容描述一個花心而且外遇不斷的國民黨立委 跟反對黨夭夭V的女秘書發生了特殊性關係 連馬英九朱立倫還有蔡英文 這次都被寫進台詞裡面了 國陀劇場要讓觀眾在政治的桃色醜聞裡面 感受最真實的人性 國陀劇場新作《誰家老婆上錯床》 描述劈腿的國民黨立委與民進黨女秘書偷情 卻因為飯店房間外的一具屍體 引發一連串荒謬情節 然後你跟王小姐 這是一個非常難得的一個喜劇或者是喜鬧劇 劇本寫得非常好 假設有一群好的演員來演的話 我想這個娛樂價值非常高 原著是英國劇本 導演將場景轉換到台北 也把原先劇本中的政治角色 用台灣的政治人物取代 早餐 你幫了我 你也等於幫了朱立倫 幫了毛澤東啊 他們要是知道這個事情的話 一定會要我下台 去年國民黨因為這樣的事情 下台的已經有兩個了 加上我就三個了 16年前剛好我們演出的之前 是馬英九跟陳水扁競選台北市長 很熱鬧 所以我們把馬英九跟陳水扁的名字都提進去了 時間不一樣了 政治人物也不一樣了 因此在現在的話我們把蔡英文 馬英九 王金平 都放進去了 那麼就很熱鬧 非常熱鬧 其實都是一種沒有惡意的玩笑 真笨的選你偷我跳都不要 睽違十六年重新扳演這齣作品 導演說在排練過程中 給演員很大的壓力 因為這是一齣節奏十分明快 需要拋接精準相扣的作品 對 開玩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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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開心喔 好開心喔 對 開玩笑 我托扮演经典喜剧 用忧正直一末的方式 让观众感受到 人性的真实面貌